遠方突然爆炸 火光四射 還竄出濃濃煙霧 黎巴嫩貝魯特市中心 週六遭遇新一輪攻擊 以色列下令疏散令後 30分鐘內馬上傳出多聲巨響 當地媒體指出貝魯特南部 遭以色列連續四度空襲 據傳自從以色列展開攻擊後 已經有2000多名黎巴嫩人死亡 現在又傳出真主黨有高層 疑似在爆炸中身亡至今人失聯 目前下落不明的就是 萨法丁是日前被傷害真主黨領袖 納斯拉勒後最有力的接班人 真主黨頻頻傳出指揮官和成員陣亡 哈馬斯駐黎巴嫩的官員 也在同一天傳出身亡的消息 而以色列始言要針對伊朗 采取進一步的報復行動 不過伊朗警告要是以色列報復 會有強硬的回擊 而美國國務院官員披露 以色列恐怕會選在10月7號 哈馬斯攻擊週年報復 言下之意危機還沒解除 甚至傳聞伊朗核設施 可能是下一波以色列鎖定目標